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潮英海秋奇长321 生侠62,蝴蝶55,飞猎手20,潮汐100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让物生侠其长相宝箱飞猎手 潮汐至一缝隙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 潮汐海英旁边这一个摩点 这里的话我们打开任务列表 找到永不消失的情圣这一个任务 好,然后过来出发 任务下一阶段 好,那这边 让我们在这个四周探查一番 来探查一下 好的,跟着任务指引的地点去探查 好,还有一个 不用打怪啊 接怪不管它 好,那这边我们探查完之后啊 稍等一下 好,探查完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西方向牛左边过来和这个NPC对个画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好,这边对话完之后 背后我们背后这里出现一个箱子啊 把这个箱子给它捡起来 有机会排成一排 那捡起来这个箱子之后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回到潮西海鹰这一个锚点 海秋,潮鹰海秋 好,回来之后再去和这个NPC对个画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现在我们来到潮衍海右边这一个锚点 好的,过来之后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潮西之仪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拿到潮西之仪的奖励 物进其用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从这里出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从这边往前走 在这个房子旁边 前方那个小房子 这里跑过来 好,这个小房子这里 这边有开关 这里点击启动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这个门打开在我们的右手边 北方向前方上方这里有个炸药 捡起来,然后把这个门炸开 这块很烦啊 好,我们捡起来 把这个石头 好,捡起来 这次瞄准 瞄准把这个石头炸开 炸开里面有一个电池 行啊,把这个电池捡起来 放个大招庆祝一下 捡起来 捡起来电池 然后灰头 这边走上去 走上去把这个电池 装在这个门里 门上啊 这里走进来 走进来往我们左手边看 这边是一个生霞 拿到这个生霞 然后把这一块电池 里面这块电池捡起来啊 捡起来我们走出来 走出来把它往 往对面啊 往对面的那个房子啊 西北方向地图 走上去啊 那边那个房子丢 从那里丢过去啊 然后再把我们面 刚才这一块啊 捡起来丢过去 好,然后我们再跳过来 来到这边这个房子门口 好,这边两块电池 啊,这边两块电池都给它装进去了 哦,这一来只粗 好的,然后从那边进来 进来是一个 好,那进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啊 这边箱子背后 这里是电池 捡起这个电池 然后装在这个宝箱背后 哎 装在宝箱背后这里 好的,拿到这一个奇藏箱 挺用 那拿到这一个奇藏箱 我们再从这边出去啊 从这个房子出去 出来之后 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啊 地图右上角这边走过来 这边前面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的,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的,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奖励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那边 这边把这个副本顺手开一下 好,那我们开了副本之后 我们再回到刚才啊 回到刚才那个潮汐之仪的地方 好,回来 好,那回到这里 我们把四条转到我们的 这个西北方向啊 地图左软角 这边这个建筑啊 前方这个房子的房顶 房顶上啊 从这里跑过去 直接爬到最顶上 啊,我吃了 直接爬到最上方 好,那爬上来 在西方向的地方左边啊 这边这个箱子背后啊 这一堆箱子的背后 一个朴素其上香 捡起来这一个其上香 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到悬崖边 然后走到这个房子旁边 敲下来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生霞 好,拿到A 好,拿到这个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光标 这边这个黄色的啊 这个光点 这里点击查看啊 就能出现一个 灰光其他香啊 这个其他香 给你们讲一下啊 我们上一批 在这下面解谜的时候啊 解谜的时候 在生霞和那个 精密其他香的那个房间啊 那房间有一个光点 叫做什么什么照片啊 什么叫照片 然后 然后上一批我们顺手剪的那个照片 然后这边过来 就能拿到这一个 就能出现这样一个光点了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光点 去这个位置 去这下面啊 去把那个照片剪起来 好,我们拿到这一个起仓香 来讲用场 那拿完这一个起仓香之后 我们再把四角转到 我们的西方向啊 地图左边 从这边往前走 在前方是一个正手 正手香啊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的,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直达香 拿到之后再继续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一个挑战 好酷的 来,做一下 好,我们先来做这个挑战 别急 等一下啊 吃这个什么光点 好,来 诶 所以别漏了 好的,那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前伤 武警齐用 拿到这个其仓香之后 我们再任务指引啊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啊 这边我们跳下去 跳下来 这边 这边观景点啊 可以顺手去开一下啊 这个 有一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 观景点也算探索度啊 观景点也算探索度啊 但是我一开始没注意啊 就给忘了啊 所以就探索度 就观景点没放进来 那 最后我会带着大家 跑一遍观景点啊 这个 这个是我的失误 那我们在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把这炸药包捡起来 然后把这个经济炸开 好 这里我们跳进去 进来 首先 跳下来 这里是两个怪 清一下 好 那清完怪之后 我们再来和NPC对话 好的 那这边要捡起这个什么 唱片 残片 好 那捡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这一 这边我们绕一下 这边有道门 从这道门进去 里面有一个生霞 捡起来这个生霞 然后我们再出去 出来之后 这里有一个装置 然后这边点击激活 它会发射出 这个两个钩子 把这里跟着钩子勾上来 再往上勾 好 那我们上来之后 把视条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啊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直接往前飞 在这边这块石板上啊 这里有一个电池 把这个电池给它捡起来 好 捡起来电池 从这边走上去 走上去 在左手边 装到这里 好 从这个门进去 捡起来之后 地上有一块电池 把这地上这块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转角 装到这个门 然后我们再 从右手边那个门出来 出来把这块电池给它抠下来 气急鱼肉 气急鱼肉 好 这边把这块电池抠下来 抠下来之后往这边那个门进去 好那走进来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然后这边把这个电池装到这里 装到这里之后我们再回头 再回头把这个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这边那个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从这个地方 这个洞跳下来 跳下来之后我们再从这边走进去 走到宝箱的地方 好走到宝箱的地方 给它撞到这里啊 这个宝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个精密奇塘像 拿到这个奇塘像 我们先爬上去啊 从刚才的楼梯往上爬 爬上来我们再回头 在我们的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脚 这边这里也是出缺的路 好走出来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西方向地图左边啊 这边我们爬到前方这个楼顶 这个楼顶上有一个 有一个奇塘像 诶 好来爬一下 顶部 好爬上来 爬上来这个 拿到这个奇塘像 拿到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低头跳下去 这里有一颗生霞 好拿到损霞 那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按角 好那再来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按角 我们先把这边这个 呃桥洞底下吧 应该算 这里有一个推箱子的解密 好这边我们走过来 推箱子的话我们先往这个北方向地图上方推一下 然后过来 这边有个装置 点击交互 好的然后再转圈啊往左拐 让它往左拐 好然后再交互一下 回来再交互一下 好最后再来开一道 好的那我们再来拿到这一个 这个叫基准奇塘像 机会排场用场 拿到这一个奇塘像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我们要爬到前方 这个房子的二层 这边我们这么爬 绕一下 好从旁边这个柱子这里怕 好在这个房子的二层 这里是一个 呃潮汐之一来勤一下怪 好那我们勤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和最外的收获 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 我们往我们右手边这里 走到这个 它的这个窗户旁边 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我们直接跳出来 好跳出来之后 跳出来之后我们把私聊稍微往左边转一转啊 在我们的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这边这个岸边 这块石头上啊 这里是一个朴树其上乡 要过台下我们捡起来这个朴树其上乡 在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前方那个桥洞底下有一个生霞 这里跑过来 这里跑过去 好过来 这边 勾工所用一下 拿到这个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地图 好现在我们来到 东路研究站 左上角 这一个锚点 好的过来之后把私聊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我们直接跳下去 好在前方这个岸边 有一个跑酷的挑战 好来做一下 好这边要爬上去 好的那到位之后拿到这个基准墙上 拿到这个墙上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在这个桥上 桥上这里是一个 这个潮汐之宜 来把这些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块之后 拿到这个潮汐之宜的奖励 头牢之外 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 西 西方向啊 算西方向啊 天北一点点 从这边 走过来 在上面有一个 那个什么射箭的 这里有个激活啊 点击激活 这里我们跟着这个钩子啊 出现这个钩子勾上来 这边是一个 打巴挑战 好的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箱 机会排下用了 拿到这一个其他箱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这个营地 这是一个正手箱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了怪 来来拿到这个基准其他箱 拿到这一个其他箱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有个树桩 过来把这个树桩砍碎 好砍碎 一个浮素其他箱捡起来 后来的收获 捡起来这一个其他箱 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里有一个吸一针叠 摸一下 好的摸一下吸一针叠 那还可以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好再摸一下 然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推箱子 好这个推箱子我们先过来交互 好那交互过后 我们把箱子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推 好然后走过来 往右推 好然后再来交互一下 好的然后跑过来 一直往一直往右边 好最后再回来交互一下 好然后把它推到目的地 好这里拿到这一个 起藏项 拿到之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这一个细声碟来摸一下 摸到细声碟 然后回头给大家送到位 好送到位之后在我们的 在南方向地图下方这一个水池 水池上面啊 这里是一个生霞啊 这边跳起来冲刺勾索 好然后拿到这个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我们先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 这里去把这个任务啊 来做一下 好那任务做完这一阶段啊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在这个树桩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吸尘点啊 刚才我们摸了一下 摸一下它现在往北方向 就双方这边去了啊 我们来摸一下 把这个蝴蝶给大家送过去 好这里送过来 然后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个营地 这个营地里面 好那过来按一个宝箱 我们先清一下罐 好那我们清了罐之后 才拿到这个亲密其他项 然后把这些任务地点啊 交互一下 好的啊 卡上 好然后实时下放 上碰里 好这边交互完成之后 呃要去和他会合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啊 好传送过来 现在我们旁边啊 传送过来旁边这里有个 有个这个什么 装置钩子啊 这一台激活 激活我们跟着钩子勾过来 好再继续往前 前方又是一个钩子 再勾 好现在我们再过去 再过去那个任务地点 好刚才 这边这里有个钩子啊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挑战的时候 放出来的 再过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的那现在我们在 他要我们去什么老人的位置啊 好我们先不管我们先往东方向地图扁 这边往下跳 这里往下跳啊 跳下来 好这边是一个潮汐之宜 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宜的奖励 有机会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拿到这里去找NPC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回头 这里要去给他找回他的什么东西 就在这个房子上 好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去找他对话 好那这里我们对话完之后 再把石条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旋角 藏在边往前走 这里去到河对岸 好这边上岸 上岸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我们右手边看啊 这里有个易碎的石头砍碎塔 这里是一个朴素奇长巷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然后再继续 往西方向啊 西南方向地图左旋角跳下来 这里一个柱子 把这个柱子给它砍碎 砍掉 砍掉之后我们再把石条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的河对岸 河对岸这里一个柱子砍掉 好这个柱子砍掉 在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还是在对岸啊 对岸是最后一个柱子 好的那砍掉这个柱子之后啊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河中央 河中央这一个箱子解锁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巷 拿到这个奇长巷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是几个易碎的石头啊 把全都给它砍碎 把这些石头全都砍碎 好的 将石头全都砍碎 就能这个出现一个 普速奇长巷啊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往前走 那前方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过来之后 把这一堆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前方那个比较远的一个位置啊 有一颗生霞 这里的话我们从旁边啊 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先跳过去 好上面这里有个钩子啊 勾上来 好勾上来 落到这个桥上 走到这个桥的边缘啊 好在对面 这里我们直接跳起来 这里要用一下勾索啊 好 然后过来 拿到这一个生霞 拿到这一个生霞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在河对岸 在对岸 有一个 细生碟 过来摸一下这个吸生碟 好的 那摸了这个吸生碟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 把这波怪先清一下吧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上这一个四岩碟 好接着在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上面啊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里是第二个 这个可不可以一起拿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我们就先给它带上去 先给它带上来 好打碎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直接往它跳 好的 跳下来 这里是这个第二个 四岩碟 捡起来 然后再回去 这边再爬回去 给它带上来 好的 那现在我们在 北方向进入上方 这边是第三个 给它带上去 好如果它不炸的话 离远一点再重新重新过来 这里拿到里面的起舱向 紧其用 拿到这个起舱向 西南方向地图左边角 中间这个小岛上 有一个潮汐之宜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宜的奖励 好然后之外的收获 那拿到这个奖励的话 刚才那个戏神碟 刚才这 这边这个戏神碟啊 这个我们先不挤 我们先去把这个任务做了 然后从这个任务 这里过来吧 这里跑回去的话 稍微一点远 那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潮汐海秋右边 这一个锚点 好这边直接跑过去 跑过去和NPC对话 这里的话全是对话 全是对话 然后没有什么解密啊 什么的了 那跑过去之后 我就切一刀切到任务结束 然后我再带你们回去 拿那个戏神碟 好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啊 完成任务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往这个南方向 跌柱下方这边走 走到前方悬崖边 直接跳下去 下来把这个锡层碟摸回去 就是锡层碟的地方 就是锡层碟的地方 好接跳下来 下来把这个锡层碟给它摸回去 好那送它刀尾之后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